好消息 今天大家8點隨時抄購 先到先得賣完即止 今天真不錯 又什麼不賺錢 一共兩塊五 給 餘額不足 怎麼可能 我才發了工資呢 剩沒有三千多呢 你再看看 小姐 您卡裡的錢只能買一顆雞蛋 什麼 怎麼回事 你快一點好不好 你快一點 你買購買你快一點 媽 是不是你把我的錢全轉走了 你這個沒用的死丫頭 你每個月掙那麼少 我花你點錢 你還大呼小叫的 我告訴你 你弟今年必須買婚房 你去準備一百萬 沒錢呢 你就給我乖乖乎拉下人 一百萬 我每天打五六分工 我一個月才三千五呢 而且工資都轉給你當家用了 我現在連吃飯都很困難 你知不知道 而且 我絕對不可能嫁給那個老男人 你被一個野男人睡過的破鞋 還生了兩個孩子 別人都不嫌棄你 你還有什麼資格挑啊 啊 你給我乖乖乖拉嫁人 乖乖乖拉啊 你給我趕緊滾回来 我絕對不會妥協嫁人的 但是我上哪去搞就一百萬呢 走過路過 別錯過了 五百萬 五百萬 批付正貨 走過路過 別錯過了 五百萬 批付正貨 上午三天 讓五千公園聯群出現了五通當嗎 黃金王老虎 山川名牌一夜 腳踩鱷魚皮 上了兩天堂 下了兩天堂 下了兩天堂 開了起豪車 買了起新房 用得一人心 免得老鄉親 媽媽十八歲 我穿夢想不安心了 渴望幸福的婚婚女 就可參加現場報名 買一送一夜 毛娃立馬給回家 媽媽 媽媽 事情差得怎麼樣了 五年前那把女人有消息了嗎 還沒有 總裁 小少爺和小小姐去了隔壁的商場 正在高調的替您招婚 好你個顧平安 看我怎麼收視頻 總裁 小少爺他們好像在那兒 顧平安 快 完了 媽咪 救命 難怪都要抓我們了 媽咪救命 可惡 還有沒有玩法 快 上車 自我來 你給我擋住他們的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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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擋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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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天化日 小小孩是吧 我讓你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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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爹地破相了 更沒人要了 爹地 誤會 誤會 不好意思 誤會上 還有 這個女人 為什麼有種很熟悉的感覺 媽咪 你單身嗎 這位是家父 你娶了他 就能拿走五百萬 你願意和他結婚嗎 顧平安 別亂說吧 小朋友們 你們為什麼叫我媽咪啊 你以為哥哥長得像媽咪 我長得像爹地 還真別說 這孩子的眉眼 是挺像我小時候的 要是 我的龍鳳台孩子沒丟 這會兒 也應該長這麼大了 靳小姐不好了 靳小姐 靳小姐 你的龍鳳台不見了 什麼 靳小姐 我在小人園 她們都想像我沒有媽咪 小喜樂 別哭了是爹地不好 爹地錯了 對不起 媽咪啊 我們從小就沒有感受過母愛 只能羨慕別人 我 喂 紀田田 家人用你的名義貸款的二十多萬 僅餘吃多天啊 趕緊還錢 否則 我就找人拍你的裸照和視頻 拿你去賣 爸媽他們太過分了 竟然還有我的真心借這麼多錢 我們結婚吧 我不要五百萬 也不用婚禮 我僅二十萬 我僅二十萬 果然又是一個拜金貪財的女人 不過確實也該給平安喜樂找個媽媽了 既然她們這麼喜歡這個女人 就當是滿足孩子們的心願 她要錢給她便是 沒問題 媽咪 爹地家常玩過 你就放心嫁過去吧 家常隨便你擺 她從小就這臭毛病 特愛吹牛 不過呢 和你結婚也不是問題 只不過我比較窮 我只是一個替老闆跑跑腿 搭搭搭的普通人 沒關係 等我們結婚以後 我會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到時候呀 我們倆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讓孩子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爹 我沒有媽咪了 爹地 你現在就和媽咪去你圈吧 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造賬二十萬元 能給你二十萬 已經是我掏空我這麼多年的繼續了 再多分就沒有了 你放心 這個錢就算是我借你的 等我有錢了 我一定會抓緊還你的 太好了 現在媽咪有錢 帶你們去買禮物了 耶 拿我的錢來套孩子關心 這個女人真是又空門又算計 你們倆去那邊坐著 等我一會 去吧 這堆吊坠我很喜歡 一共多少錢 你好 一共一千五 一千 美女 能不能便宜一點 我想著給孩子們買對禮物 但是我才剛發工資 打個折磨 我剛給你轉的錢 那些錢都是拿來還欠款的 現在 就只是 來 找不懂摔 幫我看看家 行吧行吧 正好今天還差點業績賣給你好了 以後記得多找我買點金手刷 沒問題 包在他身上 快 過來 給 一人一個 你都已經沒錢了 幹嘛還要給孩子買珍貴的禮物 自己過的差點沒有關係 但不能虧待了孩子們嗎 我要讓他們知道 我呀 厚媽如青媽 看來是我誤會他們 我看 你比他們的親媽更像親媽 我看 你比他們親媽更像親媽 嗯 那你把錢都花在孩子身上了 你以後怎麼辦 哎呀 錢沒了可以再賺嗎 再說了 我堅持啊 結算很快的 到時候 我再找一個正職的工作 說不定 連你都可以養的 對了 我還不知道 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就是在故事集團 哼哼哼 你做堅持的 就是每天幫老闆 搭搭砸 跑跑腿之類的 故事集團 那可是交成最大的上市集團 總裁還是首富 你小子 未來可欺了 嘿嘿嘿 那都是老闆的富貴 跟我們這種普通人有什麼關係 媽咪 你不用穿牆的 因為你的牆就是你的靠山 對了 我得提前跟你說好 我打拼多年 我既買不起房 我也買不起車 火腿月光組一個 你要是介意 我不介意 與其嫁給又老又醜的男人 還不如嫁給黎毅戴倆娃的帥哥呢 那你戴戶口本跟身份證吧 啊 立成送入道法 這寺增相識的感覺 會這麼小嗎 你 金天天 你个孽障 你真敢偷懒不口本 你赶紧回来 这个你帮我保管一下 我有点事我得先回去了 帮我查一个人的详细资料 五年前的那位女人 我怀疑我已经遇到 结束 老婆 你放心 等我姐的彩礼前一到 我立马就把咱们的婚房给你补上 是啊小孟 你赶紧带着浩浩先搬进来住 这样我也能天天看我的宝贝孙子 把他养得白白胖胖 最低标准要是中心的一套房 不过要是你那宝贝女儿不愿意嫁 那钱怎么办 他敢 这婚姻大事还轮不到他自己救主了 妈咪 一日不见 隔三个秋天 妈咪快点来找我 好好好我知道了 很快就会见面的 好 那妈咪先挂电话了 鸡甜甜 别吵 哥哥 妈咪那边怎么突然黑了呢 不好 妈咪有危险 快去找爹地 金赛 鸡甜甜资料巧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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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夫人她现在生活处境挺困难的 家庭不屑 父母重男轻女 夫人从小就被各种压榨 夫人现在每天坐着五六分的捡职 每个月几千块钱 还得被她那吸血鬼的妈妈吸走 对了 她们甚至还拿夫人的证信贷款了二十万 害夫人进了失信人员名单 原来她要二十万 是为了还家里的贷款 陛下 贝姐 不好了 还没出事了 什么 被扯 还快点 你这个死丫头你到底藏哪啊 你赶紧给我救出来 你闹够了没有 我说了 我不嫁 你没有具体的权利 你知不知道 我找了多少媒婆才找到的江泽 数一数二的眼前人 整整一百万台里 是一辈子打工都整不来的 说起来 你们不仅倒刷了我的银行卡 还用我的名义 去三无平台接了二十万的贷款 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今天打电话给你 说我要是还不上这笔钱 就拿我多老套去卖 那我这笔子不就毁了吗 所以说嘛 只要你愿意嫁过去 不就有钱还债了吗 你从比你自己出去卖要好 对不对 你把那老头捧好了 我也有钱买婚房了 我们家下半辈子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季承宇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反正这笔钱是你们借的 我是不会嫁给那个糟老头子 父母之命没手之言 你这笑也得笑 不讲你也得跟我笑 大千早就亡了 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 我的婚姻我做出 就算他再有钱又怎么样 他都离了五次婚了 年纪都快赶上我爷了 我嫁过去你不嫌丢人啊 姐 爸妈是为了你好 你未婚身孕 在外面对野男人搞大了肚子 有人要你就赢错了 怎么你还挑三姐四上 就是啊姐姐 听承宇说你连份遮事工作都没有 就是个垃圾清洁工抽送外卖的 像你这样的人能被有钱人看上 那还在软感谢我们呢 听到没 你可不像我的儿媳妇 人呐长得漂亮 工作能力又强 还给我生个大宝贝孙子 你能给你弟和你弟妹买房子 那是你的福气 是啊 这是天大的福气 毕竟谁家能有他这么不要脸的弟妹呢 陈天爱慕续勇还不停教唆我弟偷我的钱去养他 季天天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姐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你为我为这个家做出一点贡献 应该的 你是这个死丫头 你弟也是家里的根 他可是要传宗接代的 你算了什么玩意儿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自私自利的东西 明天就过这个证去啊 给他能一百万的彩礼 我拿回来 你想的别想 因为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你们就在梦里面药材里去 什么 这个做钱货呀 现在是犯的天哪 季正宇 你看你欠什么态度 妈 季天天 你找我本事了是吧 你现在都给我学会撒谎了你 都过出来 我的保险香呢 那可是我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 我的保险香呢 谁把我的钱拿走了 所有的零钱加起来也就两万块 你那也好意思叫保险香 是你 把我的钱还给我 否则 我就抱起来 抱紧 你这个白眼狼 你偷藏私房钱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少在这儿蹬鼻子里放一眼的 不就两万块钱吗 我那宝贝孙子 正好该上幼儿园了 这笔钱呢 是给我孙子上学用的 不仅这些钱 还有你现在住的那间破杂物间 我儿子也要了 对 那个房子 留给咱们好好做成玩具了 为了高额的彩礼 要把我嫁给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子 现在又光明正大的 要把我的东西占为己有 怎么会有你们这么黑心干的家人啊 不是我说你啊 程鱼大姐 你的钱不就是家里的钱吗 我啊 作为未来家里的女主人 花一点钱的不是天天地义吗 我见过不要脸 但我还真没见过 你这种人之间还无敌的 你说什么呢 妈 你看看 他干嘛 我 谁呢 你什么没大没小的啊 这小风可是咱们家的大风 给我生了宝贝孙子 你敢要我道歉 快点 道歉 为什么要我道歉 明明是他偷了我东西 哎呦我道歉 我本来工资就不可 我每个月已经进我所能的补贴家用 就两万块钱是我好不容易攒下来 这偏心都给他儿子教学费 从小到大在这个家里 你和爸爸就偏心地 我连一个自己的房间都明了 现在就连杂物间都要让给他儿子 那我呢 我住在哪里 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会有你们这样为人捕的 哎 这个不小女 可不丫头 才能敢说起来我们的不是了啊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我捕你吃 捕你喝 捕你读书上大学 你就是这样抱大家了 这样的话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 我所有的学费都是我辛辛苦苦打了五六分工宰下来的 我高中的时候没日没夜的学习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 结果你们却为了寄成你的学费 逼着我去上大专 换内感奖学金 我好容易大学毕业了 张口就要买房子的三十万 我上哪里去给你搞钱 逼着我向所有人借钱 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像个屁一样 你这女儿 你弟他是儿子 你能跟他比吗 女儿怎么 女儿是比儿子缺胳膊少腿了吗 他继承雨能做的事情 我哪一件不比他做的更好 儿子也能跟我传宗接代 能给我养老送中 你能吗 你以为你读了两年说 一巴掌抢天了去了 说到你们的好儿子 那你们倒是看看他 他毕业这么多年 连分坚持都找不到 上学的时候 陈天打架斗殴 早恋逃学 留着今天这个废物样子 都是你们恋爱的 那说谁废物呢 季田家 妈你快教训他呀 你这个该死的赔钱货 你真是翅膀硬了啊 你这个王恩费的白眼了 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倒好 一天到晚了 你少给你的事 早知道 我连杀杀都不让你走 我不是早才跟你说过了吗 女孩子家家的 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屁用啊 不如让他呀 早点输去打工赚钱 嫁个有钱人 说不定啊 还让咱们家呀 早点过上好日子了啊 钱钱钱 你眨口闭口就是钱 既然你们觉得儿子这么好 那你们让你儿子去赚钱呀 你逼我干什么 你一个死丫头 你摆到天了 你不死 总裁 我先查到消息 五年前 纪平内在仁安医院 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而且他的孩子也丢了 若今笑了不明 我怀疑 你是说 难道他真的是 我一直以来要找的女人 再开快点 是 我算是看明白了 在你们的眼里 就只有继承于这一个儿子 而我就只是你们养儿子的剃换剂 没错 你不仅要养女帝 你还要给我养孙子 你最好二位的家人 我饶子了 我饶不了你 孙子 怎么 一个废物继承于不够 你还要从小朋友一个小废物 你别借 四万人尖嘴 你还敢骂我的孙子 你这个死亡不破 我今天 你还敢反弄他 我饶不了他 今天 我必须怎么救你 妈 既然他不愿意嫁 我们就把他送到那个老男人的床上 让他被玩烂了 不从也得从 我们就能拿到所有的彩礼钱了 没错 你们敢 如果你们敢这样 你去报警 就算我被强破架了过去 我也会想办法 让你们给我拿不到这个彩礼 死亚头 你要是敢让我拿不到钱 我就先打死你 打 打了他不会去 打 打死我最后 这样子 你们就再也不能从我身上吸血 我说字以后 你们一分别也没想他到 我看谁敢欺负我妈 我看谁敢动我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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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是 出于 祸人敢欺负我妈咪 妈咪你没事吧 妈咪没事 你谁啊 思考名字 你不知道吗 我爹地是妈咪明镇眼帅的丈夫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贼借货呀 竟然敢嫁人 带两个图油瓶的夜蓝人 财礼呢 财礼他给你多少钱呢 他一分没给 我也一分没要 什么 你这个囚鬼 你没钱还敢娶我的女儿 离婚 现在 现在把汉塞离婚去 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没救你这个女儿 财政 我也不需要你们这样 心血的父母 成语 我们的婚房还没买呢 妈妈 这豪车豪宅还没买 我怎么和岳父岳母交代呀 走 宝贝们 大哥 想走 没门 这是你从小到大 所有的开销 整整一百万 钱钱 一百万 你怎么不去抢了 想不来你这样不成 我把你养那么多年 花了那么多钱 你所有的开销 我在这上面 一笔一笔 我都记着呢 什么伙食费 医药费 学费 还有打疫苗费 奶粉钱 等等等等 我一百万呢 我都要少了 你要是现在把这个钱给我 你给我滚出去 马上滚出去 但是你要是拿不出钱来呀 你就能乖乖 跟我们的安排 嫁给有钱人 去挂财力钱去 区区一百万 老巫婆 你也好意思开口 这么多钱 不止一百万了 这也就三百万吧 你个穷鬼家庭 哪来那么多钱 你到底是谁呀 我爹地可是江城首部 故事集团的顾总 我就是平日里给顾总开车的一个司机 你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 又穷又臭的吊死一个 长得那么帅 可惜是个群人 否则 还必定是我的囊中之物 看来你们不喜欢这些钱啊 别急了 我不要 站住 既然你是我女儿的老公 替他还钱 那是堆秦币的事 至于 他都吃了两百万 就当是 你取我女儿的残住的钱 你们可以滚 奶奶 你们两个小杂种 破鬼啊 你们要是手脚不赶紧干 偷不得一张钱 我就打死你们 我死了 我没事吧 能不得 小龙卫 这个月牙胎气 季小姐 恭喜您 您生了一对龙凤胎 不是 我想看看孩子 这两个孩子 长得都很像您 手臂上 还有一模一样的胎气呢 平安 妈妈可以看一下你的手臂吗 妈咪 怎么了 来 一模一样的月牙胎气 你是一个穷鬼司机 你有什么可神迹的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连孩子都不放过吗 你一个死丫头 我才是你妈 你现在为了这个小杂种 你敢对我大呼小叫的 怪不得你要嫁给这个穷鬼司机 原来你找了这两个小杂种 当你孩子的替身 我和妹妹才不是小杂种 对 平安和喜乐从今天起 就是我的孩子 你说话放尊重 你 你那一堆龙凤胎 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现在还上赶着 给你当什么便宜后吗 真是个丢人现眼的东西 我的孩子没有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你不瞧瞧你 大学还没毕业了 就未婚先孕 甚至连孩子看电视 谁都不知道 你把我记下的老脸呢 都给丢光了 以后出去以后 别说是记下的脸 对 我没你这样伤风败俗的解释 好 既然如此 从今天起 我们就乔归乔 路归路 我从此和记家 再无任何关系 你害我们 这样最好 一个没钱没事的破司机 还带着两个脱油瓶 你呀 就以后跟着他去过苦日子去吧 可千万别回来 我们要钱用 我们可没钱接近你们 好 走 平安喜乐 从此 这里再也不是我的家 老公 平安和喜乐 都是你的亲生孩子吗 那肯定啊 难不成他们还是捡来的 那他们的亲生妈咪呢 不在身边吗 我和他们的妈咪 是一场意外 才有了他们 生活在一起 自己性格不合 然后就离婚了 季田田 你还真敢想啊 平安喜乐 永青是妈妈的 自己的孩子早就死 对了 那三百万是哪来的呀 那都是假钞来的 只是做的比较真 好啊你 原来你天天给我发十万红包 都是假钞 无人爹地 都是假的呀 那还不快跑 妈咪 这你以后就是你的家 这 这房子 是你的 这怎么可能吗 是我表哥的 他出国了 不是 看我交不起房租吗 然后看我们比较 可怜就让我们在这里住下 平时只要打扫打扫 卫生是什么的 那这也太爽了 你还有个土豪表哥呢 帮你快来 这这这这这这啊 这这这啊 这这这这啊 这个房子我见过 难道露信了 我在梦里见过 我的天哪 之前就是我的梦中寻仿 爹地我肚子饿了 爹地我想吃你做的可乐排骨 没问题 那爹地今天晚上就亲自下厨 庆祝你们妈咪的到来 你还会做饭呢 妈咪爹地可是上得了清堂 下得了厨房的爵士好男人 如果不亏哦 那我先去 我来帮忙 那我们也来帮忙 空气那么新鲜 家人在我身边 感觉胜过了婚有全世界 美梦虽要实现 也要抽点时间 陪你们聊天 晚餐的离别 也会让我更加思念 家里的一切 才是最美的乐园 加给我的快乐时间 来 尝尝拍 你饭做这么好呢 都是锻炼出来的 刚开始难吃到平安喜乐 都会吐出来的程度 当初一心只为了赚钱 请来的保姆也不够赏心 有一次喜乐吃坏了东西 一整晚的发高烧拉肚子 我还是第二天才知道的 从那以后啊 我就自己开始学会做菜了 它真是不容易 一个人带孩子这么多年 怎么了 没什么 以后只要我们俩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让平安和喜乐 过上更好的日子 遵命 老婆大人 老婆 你在忙什么呢 我看最近夜市的身影还不错 我就淘了一批新的布料 回来做衣服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天赋呢 那你怎么不去考虑 当服装设计师呢 我也想呀 当我给江城的好多设计公司投过简历 他们都不要我 估计是嫌我连大学文凭都没有 要不试试星光设计公司 他们公司不看重学历 更看重的是设计师的水平 你是说全国排名第一的星光设计公司啊 我不行的 你肯定没问题的 以你的能力完全不亚于国际大师的水准 真的吗 你要不 我投简历试试 与特助 天天给星光设计公司投递了简历 你通知人事部 用最好的待遇招他进公司 哎 好 另外 你派人再去一趟仁安医院 查探我前妻和平安喜乐 亲子见面见 哎 好嘞 喂 什么 月薪十万 啊 好好好 我明天就可以去上班 谢谢谢谢 太好了 我被星光录取了 我可以上设计师了 我就说你肯定没问题的吧 而且月薪十万 我姐妹做梦都不敢想 你这是我的心理经理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爹地妈咪请进去 外面好像下大雨了 我去 收衣服 好了 别生气了 我发誓 我一定能攒够咱们买婚房的钱 都怪寄前面那个贱人 还有他那个穷鬼老公 竟然用假钞骗过了我们所有人 反正我不管 嫁给你这么多年 连孩子都生了 如果今年嫁不买房子的话 我们就离婚 你是真贱啊 还敢出现在这里 好可不挡道 我还要上班呢 季田田 这里可是江城最大的设计公司 你这种垃圾来这里上什么班 啊 我差点忘了 他呀 就是干清洁工的 估计就是来你们公司扫厕所来了 我们梦了 可这知名的设计师也不像你 废尼的 他也配跟我比 职业从来就不分高低贵贱 再说 我也是星光的设计师 什么 这怎么可能 真不愧是顶尖的设计公司 这也太气派了 请问是季田田季小姐吗 啊 是 这位季小姐可是极端总部亲自安排的 可不能带完 季小姐 我是人事部的吴经理 您喊我小吴就行了 我先带您去工位上 您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啊 好的 谢谢啊 给大家说个事啊 明天 国家节飞移 月校传承大师 罗平老师会来公司 亲自挑选 本次国际时装周的合作设计师 大家都把各自的设计方案准备好 哎 林经理 我是这次新来的设计师季田田 时装周的资料 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啊 季田田 你不过一个新人 还我想跟国家级大师合作 再说了 为了这次时装周啊 我们每个人都起码准备了一个月以上 怎么 你以为你一个晚上就能设计出来 行 你跟我来吧 好 季田田 你要是赶紫不量力 就等着明天出口吧 老婆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嗯 你先睡吧 我还想赶会生机搞的 怎么刚进公司就让你加本啊 不是的 这个呀 是公司一个大科普的项目 其他设计师都做好了 我主动争取的 哎 我们田田这么努力 未来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设计师 那你忙完早点休息 好啦 知道了 你赶快睡吧 嗯 别太辛苦了 我知道了 哈 哈 哈 搞定 呦 杰天天 看你这熊猫眼 怎么 昨晚偷情去了 哎 看在你是成语姐姐的份上 我劝你啊 还是早点自己滚出公司 否则以你这副土包子的样子 万一得罪了我们大寇 卖了你这条贱命都背不及 干什么 谁让你长得跟个二维码似的 我不找一找啊 还真不知道你这个什么东西 你 这个废话 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卢平老师 您对设计稿是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林经理 你们是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公司 但是这次的设计作品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这次国际时装周 恕我无法再和贵公司合作了 解约吧 哎 别啊 罗老师 你有什么修改意见 我我们都能配合您的呀 季田田 今天过后 你这垃圾 就会被扫住公司 洛平老师 林经理 季田田还有一份设计方案 他特别有自信 能够让我国这次设计作品 在本次的时装周中大放闭菜 哦 你一个刚入职的心愿 怎么敢大言不谈 说这儿无法 你想害老公司是不是 罗平老师 这是我的设计稿 还请您过目 这件压轴是改良版的新中式墨色气泡 采用了传统月秀的精巧工艺 我们可以看到 它使得中式园林山水的春景 跃然于裙摆之上 更能凸显我国传统的中式古典美学 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计算就是合作愉快 怎么可能 真是太好 是我的荣幸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文化体育如此深厚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导师 他呀 特别喜欢收藏传统工艺品 还带我参观各种画展 教我品鉴山水墨画 实不相瞒 我对古兰字画也很感兴趣 这次服装设计还是从吴冠中老师的江南春枣 水下墨画当中极许的灵感呢 啊 怪不得我之前听季田田说 说他家里面啊 收藏了很多价值几十万的大师画作 我之前还不信呢 现在看来真的是我眼界浅薄了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借着罗平老师的光 去季田田家里面掌掌见识 啊 季田田 你和你那个破司机老公 恐怕家住在天桥底下吧 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在公司抬头见人 好好好 如此甚好 那今晚就叨扰巨小姐了 其实吧 我家里很 别谦虚了 小姐今晚就顺便去你家 吃个便饭 巨小姐今晚见 哎 废物姐姐 今天晚上就和你的群伟老公等着丢人吧 喂 骗醒了 妈咪今天晚上很重要的客户到家里参观 你们可千万别开门啊 哦 妈咪今晚有客人要来 我们一定要帮妈咪争足面子 这玩家 十万火鸡 速来 爹爹 你快回家做饭 妈咪今晚有客人要来 向小少爷和小小姐问好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少爷请放心 外景还有解货车的贵重物 你妈咪下班还有两个小时 快行动起来 是的 饭厅的所有橱柜都要白满酒 只放单瓶一百万以上的 客厅的墙上都要换了名贵字画 一余一千万的不要放 空余的地方全摆上古董和工艺品 开卖价值必须过亿 爹爹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 立刻马上回家 我先找一下钥匙 你姐可能全被老公怎么住得起别墅 哎呀 我又是忘带了 这么巧了吗 家里今天也没人 上次是贾超这次换假别墅了 是吧 你不会以为带着我们所有人 在别人的别墅面前走一圈 这别墅就是你自己的 妈咪尊贵的客人们 欢迎光临 那林经理 罗平老师 咱们请吧 季小姐 你们家的装修设计也太漂亮了 这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 各位往这边请 请 这些都是哪来的呀 季田田 你就是在家里开了个博物馆啊 这 这是马云宋时期的客丝年头乳鸭图 这可是非议作品啊 这部画的实际价值可比黄金还贵啊 就季田田这样的土包子 这呀肯定买的是假货 就是 姐啊 天条底下买的吧 季小姐 能不能让我上手摸一下 我就轻轻摸一下 大家放心看 尽管摸 不错 全部都是货瞻价实啊 想想你你哪来的毛病 谎话连篇 这质感 没错 就是克斯 罗老师 你别被他给骗了 我可是国家级飞鱼传承大师 你这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 苏州克斯制造技术 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飞物质文化鱼材 克斯作品 那是多珍贵的存在啊 什么 你不懂就闭嘴 小姐 小姐 没想到你也跟我一样喜欢受糖酒啊 这 这该不会是 没错 这就是1935年的麦毛酒 这可是我目前市面上最贵的酒 啊 据说被一位神秘自豪一顿千万的家 没想到 既然能在这里见下 小姐 你该不会是守护夫人吧 开什么玩笑呢 我们家这么穷 这些肯定都是假的呀 我的好姐姐呀 她就是个只会捡垃圾的清洁工 连大学都没毕业呢 就她这土包子样子 还守护夫人呢 你可别笑在大火的牙了 妈咪我怎么听到人狗在叫呀 妈咪 尊贵的客人们 请一步到饭厅用晚餐吧 龙虾 帝王蟹 青春熊掌 天呐 这也太方向了吧 季小姐实在是让你破费了 季天天你就死要面子回收罪吧 就这一顿 恐怕刷爆了你全家的金融卡吧 你可别忘了你是被赶出来的 到时候你可别找爸妈要钱 帮你还债 这里的钱都是我的 嗯 完了 这桌菜把我卖了都赔不起啊 爹地上燕窝 来喽 燕窝 用骨子 这也太奢侈了吧 你不会真的去刷信用卡的吧 放心 来 好香啊 这口感是鱼翅燕窝 这才没好几千呢 季小姐 非常感谢你和你照顾的盛情款待 我敬你们的一杯 啊应该是感谢罗老师来我们家 让我们家旁边盛灰 林经理 这次合作也让我看到了贵公司的诚意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合作 好说好说 还得感谢罗老师支持我们 哎呀我真没注意 酒都没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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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们认识 不认识 林经理 我不过是 顾总周边的一个小小的司机 你不用这么激动 纪甜甜 就你这穷归老公 怎么可能会认识林经理这样的大人物 你屁嘴 吃饭都堵不住你 那看来还得多感谢 林经理平时在公司对我夫人的 道谢照 不不不 我自写出来就行了 他最后 顾鲁粉 啊哈哈哦 小剂是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设计师 这次合作什么都亏了他哈哈哈哈 大家接着奏音接着舞 吃好喝好 呃 我吃的差不多了 突然想起来 家里还有点炸 先走吧 我也差不多了 那就不打扰季小姐了 改天咱们再想聊设计方啊 哎 别别别别 这菜还有这么多呢 要不再吃点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怎么了 你竟敢背着爸和妈还有我住在这么豪华的别墅里面 之前那个假超的时候我还没跟你算账 这样 你把这个别墅房产证给我然后顾顾到我的名下这件事我就不跟你计较 季晨宇 你怎么脸皮这么厚啊 先别说这别墅压根就不是我 就算是我有钱买房子我也不可能过户给你啊 我跟你们计价已经没有关系了赶紧走 这别墅不是你的 难道是你这全鬼老公了吗 太好了 原来你们喜欢这个别墅啊 等我一下 来来来来来 我那倒霉的表格正好找不到人签盘 只要你们签下这十亿欠款的转让书 你们立马可以入住进来 不成 值个亿啊 不要 别啊小舅子 你要是不签的话 我跟你姐怎么还得起这个贷款啊 你这个诡计都断穷司机 休想让我们下手 季甜甜 你下半辈子就慢慢还债吧 走 别走啊 喂 完了 我们背不去我家屋了老公 那个十亿的欠款书是我骗他们的 啊 那你说 这桌子才花了多少钱 很便宜呢 也就 也就二十万吧 二十万 我房子的首付 我四位蒙面的好车 没了 全没了 还有这屋子里这些装饰 你说吧 到底花了多少钱 傻瓜 我们没有傻子 别难过 我 啊 那你去偷 去抢了 我表哥的仓库的冰箱里 还有很多零七的食材没用 我就一次性全部做了 那个至于名酒 也是仓库里拿了 呃 字画股玩的是我在 二手市场批发逃回来的 怎么过你就几百块钱 真的啊 呃 那赶紧吃啊 别浪费了 这么大桌子菜呢 哭哭哭啊 来来来来 多吃点 你们听说了吗 我们公司的叶总才回国了 是不是要为了最近那个 全国设计师大赛做准备啊 叶总毕竟是重要评委之一的 那可不一定 小道小喜 叶总这次回国 可是为了跟首富顾总 复婚的 啊 真的假的 大家停一下 这位正是我们星光设计公司的 总裁叶总 大家以后一切工作事宜 都要向叶总并报 叶总好 叶婉婷 谢天天 要不是我无法生育 哪能得到你来给我做替身啊 你这辈子更是没有机会爬上江城首富的床 真是他妈便宜你 哟 这不是当年怀了野种 被学校退学的小贱人吗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一样 张嘴就喷色了 你 放肆 谢天天 敢骂叶总 我看你是不想在公司里面混了吧 谢天天 等着瞧 你在公司的好日子 到了 总议你已经在查五年前的事情了 医院那边 不会有问题吧 叶总您放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假的情绪鉴定 顾总那边就算查 也只能查到您和孩子确实有学生关系 根本不知道会有祭田店的存在 也不知道儿媳长什么样 都怪顾锦艳这个臭小子 结婚了也不带老婆回家看看 你个老不死的情绪工没长眼睛 我的鞋子被你弄脏了 对不起 我给你擦 擦什么擦 我这鞋子可是好几千块钱 你个情绪工赔得起吗 什么 你做什么要太过分 一个卑微低贱的清洁工 我踩死他就跟踩死一只蚂蚁 你没事吧老婆 姑娘 我没事 你手都破皮了 走 我带你擦药 还疼吗老婆婆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季田店 我是设计部的 以后要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 你尽管找我 多好的孩子 要是我儿子 能够找到你这样的老婆 季田店又总来了 赶紧去开会 来了 这样您先休息一下 我先去开会了 哎呀 季田这丫头 该不会被欺负吧 不行 我得赶快给景艳之臭小子打电话 大家上个季度的工作 完成的不错 再接再厉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关于国际时装周 这个客户的大项目 季田店 你不用再看 后续全权交给 沈梦负责 叶总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 这个项目我跟了一个月了 设计方案都定了 凭什么让你看 凭什么 就凭我是公司的总裁 你要是不服 你就给我滚 你 你 你 这个四号太婆 要给拿稍微给我 你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来在擦玻璃 我只是想进会议室看看 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打扫卫生而已 姑娘 拿汁擦一下 走开 这个又脆又臭的尊老太婆 你别碰我 走开 去把消毒水给我拿过来 一股下等人的穷酸味道 那我就给你好好消消毒 那我就给你好好消消毒 住手 当中欺负一个老太太 你们不害臊 老人家又怎么样 又不是年纪大叫尊贵 而是看地位 你们说对吧 对 一个底层的贱民而已 竟然敢肩儿连僧的在我们面前撒野 简直不知好的 老太太已经道过歉了 而且人人平等 你们凭什么这么瞧不像人 别把你们这副穷酸的味道扣在我身上 我跟你们可不一样 我比你们高贵多了 像你们这种人就只配活着 而我自然是高高在上的享受这一切 就是叶总身份尊贵 岂能和一个清洁工相提并论 就是我们叶总啊 出生名流世家 而且还是江城首富顾夫人 就连这家公司啊 都是顾总为了博美人一叫而为他成立 好羡慕啊 这叶总跟顾总真是狼才女貌 天作之和啊 听到了吗 你 立马给我跪下道歉 顺便再磕个小 磕到我满意了 说不定我就考虑放过你 一晚天 你不要太过分 跪下 就是顾氏集团的高层领导在这里 也不敢让我跪下 今天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顾氏集团旗下 竟然还养着你们这帮仗势亲人的东西 季丫头 给我拿把椅子过来 你这个死老太婆 在这里装作的自然什么呢 好大的威风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难不成你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 没错 我就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 顾氏集团的总裁顾锦燕 是我儿子 这个疯老太婆居然敢冒充顾氏 居然董事长 锦燕的爸妈日理万机 就连我都没有见过他们 像你这种底层的新结工 连跟他们说话都不配 竟敢胆大包贴冒充锦燕的妈妈 就是 这老太婆见的就是不自量力 顾锦燕 你个臭小子 你是怎么管理公司的 一团乌烟瘴气 还不赶快给老娘滚过来 哎呦喂 你这个老太婆 是把公司当成戏台班子了吗 这么会演戏 要我说呀 你当清洁工真是委屈你了 你呀 就应该是做演员 真是笑死人了 装得还挺像的啊 老太婆 我都没有钱吗 别整天就知道套近乎 锦燕已经和李离婚了 你还想做主派夫人 做梦吧 我看 季丫头丢皮定好一千倍 一万倍 就季田田这个水性洋花的婊子 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大学时期 被野男人搞大肚子 未婚先孕 季田田 跟你在同一个大学 我都喜欢丢人 没想到啊 这季田田表面这么清纯 背地里 就玩得这么花 这季田田简直就是个烂货 真是太有心人了 就是啊 叶总 我们每个人能进公司 完全就是依靠实力 但像季田田这种出卖色相 进公司的 根本不配做设计师 我没有 你胡说 你没有 那你倒是给大家说说 在座的各位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 你一个高中毕业的垃圾 是怎么进来的 我 好了 我作为公司的掌权人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去 把人事部经理给我叫过来 好的 叶总 怎么了 这个人事部经理是怎么当的 我像他这种为了走货门 爬上高层领导床的人都敢往公司招 叶婉婷 你血口喷人 叶总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损害公司的名声 季田田 我宣布 你被开除了 现在立马收拾东西 滚出新光设计 我看谁敢 我相信季丫头的人品 有我在 我看谁敢把季丫头赶出公司 你算哪根葱啊 一个捡垃圾的脏 太婆 还真把自己当董事长了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你没事吧 季燕 叶婉婷 你好大的官威啊 竟然敢对故事集团董事长进 什么 这清洁工真的就是董事长 完蛋了 我们不会被开除吧 你是这样的心 我哪敢啊 我就以为他是一个互相跟个外人 所以才打算请他出去的 老公 你怎么来了 我 这个清洁工是董事长 那季田田的老公 难道是 江城首富 也就是叶总的前夫 季丫头 你就是我儿媳妇啊 好好好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啊 臭小子还挺有福气的 怎么会这样 季田田和顾景艳结婚啊 难道顾景艳已经知道 季田田田就是另外她睡过的女人 那孩子真实母亲的身份 老婆婆 原来你就是顾小强的妈妈 顾小强 这不对啊 您是顾时集团的董事长 那顾小强他是 顾总 顾总 你来的正是时候 顾时集团旗下星光设计公司 内部管理混乱 总裁叶婉婷 甲工济司 纵容手下 仗实欺人 今天还当作用言语侮辱 我冷静顾时集团董事长 啊 啊 哎呀 妈 你也真是的 不能仗着自己是顾总妈妈的忘年交 就冒充顾时长 不忍的身份 只要是顾总乖催下来 别跟我拍呢 你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你别读 臭小子 抱歉啊 顾总 顾时集团 当年是我的老姐妹和她的老公 辛苦打下的江山 我也是怕有人在公司里面胡作非为 影响故事的名声 是啊 顾总 老太太她人很好的 刚刚都是为了帮我 才会和夜晚听他们起冲突的 无妨 老夫人 你也是好心 看来星光 有必要好好整顿一下 不是 哎 哎 哎 别叫这么亲密啊 我们家顾总和你早就已经离婚了 无论你再怎么谈关系 今天你也吃不了冬至宿 对 夜晚听你竟敢顶撞董事长的朋友 还不赶紧给我们道歉 看来景艳还不知道真相 而且还刻意瞒着季田田她的真实身份 看来两人的感情也不过如此 对不起 老夫人 你没吃饭吗 刚才你嚣张的样子 像骂街的大妈 现在怎么哑了 对不起 老夫人 秀营也不识太真 你们虚言不试的东西 你应该道歉的人 是气丫头 什么 什么 为什么又对不起她 像她这种不知检点 败坏公司民生的人 凭什么跟她道歉 住口 你到现在还在污蔑我的儿媳妇 像她这种为了走后门 出卖自己爬上高滚床的人 早就该滚出公司了 我看该滚出公司的人是你吧 我老婆的设计签不易于普通的设计师 是故事集团总部正大光明邀请进来的人 不可能 叶婉婷 你造谣污蔑 战士欺人 你强凌弱 还不敢过给季婭婷跪下 道歉 让我给季婷婷跪下 你差点害得顾氏失去 明天才设计师 你不尊重她 就是不尊重顾氏 就是不把顾总放在眼里 像你这样的人 不佩戴的心动 顾总 没错 夜晚听你胡乱造谣 还不知悔改 你这个总裁的职位 别干了 滚吧 不 我 我不要离开公司 锦燕 你怎么能让我滚呢 你不懂 小心 戏甜甜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来人 把他给我丢出公司 锦燕 我好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你怎么能让我滚呢 慢着 如果被我发现有下子 神仙的救不住 戏甜甜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以后 有谁敢在公司里面 欺负纪丫头 都得给我滚出青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纪丫头 走 我有东西给你 不总 我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老婆 你应该认错个人了 走 是吗 纪丫头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婆婆啊 当的也不称职 第一次见面就没给你准备礼物 都怪这个臭小子 没事的 老夫人 纪丫头 你是不是应该改口叫妈了 我 姑妈 好儿媳 纪丫头啊 这是我们姑家主传的手镯 以后啊 她就是你的了 下次啊 妈再给你买更好的礼物 可是 这怎么看着像价值不菲的杨志玉啊 妈 干嘛送人这个啊 这是假的 天条底下买的 怎么就是假的了 你爸五天 五天天的晚上 在天条底下买的 我妈这是怕你嫌弃 所以才是阻转的 你看谁说的过你啊 宝贝儿媳 今晚跟妈一起回去吃饭 儿子 你说小孟说 给咱眼前一个大人物过来 他到底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 能让咱们家飞黄冲达 好 好 好 还是啊 咱们的儿子有生气 啊 哈哈 哈哈 我让他骂书 叶总 这下面呢 就是寄贝儿 父母和弟弟 你相信 你果然是气质不凡啊 一看 就是出身豪门的 市价千金啊 就是 就是 这有两百万 不管你们有什么办法 只要能逼季田田跟顾姐 顾小强 离婚 试诚之后 我会再给你们三百万 没有问题 不过 那个季田田那个老公 他就是一个穷司机 哪里值得您 如此大费周章 果然一家人 都是没眼光的废物 明明有机会 攀上江城首富一飞冲天 竟然误以为 他是一个窘鬼 这样也好 他们够蠢 才能为我所用 顾小强是我不要的呢 从大学时期 季田田这个不知减点 水性凉花的女人 就高于我的呢 现在居然还敢 占染我困了的奶 所以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什么 季田田那个小贱婢子 竟敢这么不要脸 顾小姐姐发心 我会好好地教训她 给你出息 对了 顾小强最讨厌 水性凉花的女人 你们只要能够让她 用这点 他们俩肯定会离婚的 明白 顾小姐姐好走 哎呀 这次啊 多亏了 儿媳妇孟孟啊 如一小姐这么大的人物 跟我们撑腰 让我们记下 其身世家名流 只可难了 孟子 我们现在有了钱 到时候婚房 我移民给你买最大 这还差 儿媳妇 您放心 妈呀 今天就给宝贵孙子 买别墅住 别墅啊 并且啊 这个买别墅的钱啊 还得让季田田 和她那个老公来处 妈 就季田田那个穷子 要哪来的钱 给我们买房啊 季田田那个小姐 不知道走了什么口水 是被故事集团 聘请回来的设计师 工资呢 最起码一个月实行 买套别墅而已 大不了啊 就让她这一辈子 都得在故事集团 打工还债 什么 这个白眼囊有钱 还不让我回来孝敬了吧 正买别墅的钱 必须由她夫妻俩来出 要是两个人 面前吵架呀 那就更好 最好 直接闹铃 好儿戏 今天啦 跟妈一起回去吃饭 走 跟妈回去吃饭 下次一定 妈 爸刚刚打电话来说 你有老同学来访了 催你回家了 真的 骗你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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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拜拜 哎呀老婆 走 我们也回家吧 我 哇 李亚浩 你不是想知道你那对龙冻猜的消息吗 我的孩子有消息 下午两点 带着你那个破司机老公 一起到江城最大的寿楼中心 太不行了 我得赶紧去一趟寿楼中心 我陪你去 嗯 你看他帮他可以了 妈 妈 你是不是知道我的孩子在哪 你快告诉我 啊 就得看你今天的表现 还不快跟上 没事 我们先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先生太太大下光临 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房子 嗯 没长眼的 我才是这当家做主的人呢 你跟着那两个废物说干什么呀这是 哎呦 是小的永远不是泰山 老太太 您千万别生气 您需要什么样的房子 我给您介绍介绍 把你们江城最贵最好的房子都给我拿出来看看 我可不缺这点钱 怪不得您气质不凡呀 果然是有不值 老太太 您看这套最新最贵的别墅呀 就特适合您 要不我领您上前面去看看 您好 您好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刚刚那位是我的夫人 想办法把你这里最贵的别墅送给她 不用烧我的卡就行 这张猪孙黑卡 全家是你一张 这张卡的主人可是江城首顾敌验 这张卡的金额 就算买下我们这里所有的别墅都说有余 不 不总 我这是您那小光临 千万别帮助身份 尊贵的老太太 这就是咱江城目前最豪华的别墅了 它呀 一属市中心地段 而且 这配置您的放心 都是最平端的 要是我们好好以后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那未来肯定前途无量呀 没错 妈 就这套 原来是给小少爷买房呀 那我们这套别墅呀 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这套别墅呀 不仅仅是状元学府 而且他的升学率高达99.9% 您孙子以后住到这个别墅里边呀 绝对是世界顶端的大人宰 好好好 就这套了 多少钱 这套别墅的总计价是五千万 你看 您是全款还是贷款 要是全款有点困难的话 那咱贷款也可以 区区五千万 我们肯定是 全款 全款 这五千万 是不是太贵了点 为什么贵呀 给我们宝贝儿子买的婚房 只要住进去 我们的宝贝孙子 肯定吻上清华北大 花多少钱都值 老太太 我更喜欢和您这样大老板做生意 这是咱的购房合同 要是没问题 那咱就签个字 恭喜豪门记下 不服天 不服地 就服基家 资产过亿 一手开兵力 一手开法拉利 有情有义 天天照顾我了 小生意 这基家也太有钱了吧 全款买别墅了 是啊 还是五千万别墅楼王 太羡慕了吧 下辈子 请让我也投胎到这样的豪门世家吧 尊贵的老太太 刚才我们的小彩蛋 您还满意吗 还不错 那没什么问题 咱就一步这边付款了 死丫头 和你老公赶紧过来付钱了 死丫头 和你老公赶紧过来付钱了 季田田 哎你个死丫头 听不见吗 死丫头味道还可以 季田田 老娘喊你过来付钱了 你耳朵融了吗 什么钱 季田田 别在这儿给脸不要脸 你是不是 我让妈妈打死你了 你弟弟弟妹需要买婚房 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该给他们买 再说了 你一个月公司那么高 还敢埋在家里不上交 让你买套别说 公司便宜你了 但是我自己正经 我为什么 死丫头 无法无天 还敢顶多长辈 我一老怎么生的 你是个不孝东西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自私的东西 我要知道这 我当初生你的时候 就该把你吸到尿尾里 咬死你 我毕业之后 补贴家用的钱还少呢 再说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要给继承医买 你们这么有本事 给你们的宝贝儿子买呀 还以为是什么豪门世家 原来就是一群爱装逼的穷光蛋 还逼着自己女儿做普地魔 这老太回家也太过分了吧 就是 看上这种重男轻女的吸血鬼家庭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炫美 你们 你们走个屁呀 她是我的女儿 她的钱 那就是我的钱 我让她给我儿子花点钱 那是天天地义的事 只偏心儿子 却把女儿当成提款机 你这妈 心偏的没边了 看她那儿子妈保男的模样 一看就是没出息的 我再说一遍试试 我们家的事 都不让你们一群外人插嘴 臭丫头 你还不赶紧把钱付了啊 还想让一群不三不四人 看我们笑话 付钱 你们不是有钱吗 你们要给你们的宝贝孙子买庄园大别墅 跟我很不像 你这个死丫头啊 你是反了天了 我看的是 你要是没钱 又给你老公要 让他给你 你以为我们西家的女婿是好当的 没有彩礼 也没送车送房 今儿个宠别墅啊 你必须给我买 那我要是不买呢 那你们就给我离婚去 我李彩霞的女儿绝对不能嫁给一个穷光蛋 没错 房子买不成的话 你们就立马去扮着离婚手去 顾先生 这是您的别墅房产证 刚刚是谁说 我买不起房子的 这就是价值5000万的别墅楼王 壮云学府 现在真的买了 这还差不多 算你有眼力见 这死丫头 总算是没白嫁 孟孟 我们的好好有大别书了 不是 你哪来这么多钱 而且你干嘛给他们花这个冤枉钱 放心吧 好戏在后头 不对呀 这房产政策就写的是 钱的那个字 户主 进田店 什么 你这个死丫头 你俩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房子在那不是你弟的名字啊 你哪来这么多钱的房子 是这个样子的 顾先生参加我们售楼部的周年庆活动 抽中了一套房子 它是我们第一位尊敬的用户 所以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房子 这套房子呀 就是顾先生送给太太的房子 什么 不要钱的 在哪儿说我们也要去 不好意思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不要 老公 你太幸运了 那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啊 傻瓜 我的东西就是你呀 死丫头 你去重新跟他们签合同 你 你去和你们公司说一下 雇主钱错了 改成我儿子季成语的名字啊 你是个不孝女 你赶紧把房子顾不得你弟弟名乡 是啊姐 你看我跟木梦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也该给她买个大房子 让她过上好日子 你放心 之后等好好长大了 我一定让她好好孝顺 未经互主允许啊 我们是不能重新签订的 死丫头 你听见了没 你赶紧去 去重新签合同链 你无理取得够了没有 这套房子 是我老公抽奖中的 再说 他既成语 有手有脚 长这么大 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结了婚还花家的钱去养她的老婆 她这个没出息的样子 就是你俩惯的 我凭什么要把房子购户给你吗 就凭你们脸皮厚吗 谢谢 你怎么说谁没出息呢 你俩抽奖中的 那也是我们季家的 你这个不孝女啊 你敢捂你你妈的话 你反的天了你啊 从你们决定把我卖给老男人 换财里那一颗戏 你们就已经不是我的爸妈了 从今往后 更别想从我身上拿到一分钱 害了爸 你跟我打 我没他这样的姐姐 爸 教训呢 教训 你这个该死的不孝脸 你抽筋的我打死你 你看你还这么娇丧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老太太 我们一共有两套状元服别处 一套你已经签过次了 我们合同的签字即生效 要是没有钱付款啊 那也可以 就是得赔款 五百万能够签 五百万 按照我们售楼中心的规矩啊 要是谁敢在这闹事违约的 一律送到警察局 要是你们没钱付款啊 那你们啊 就等着去坐牢吧 坐牢 这个活动可是你们计价签的 跟我可没有关系啊 我可没钱 老婆 妈 这这怎么办 我们哪来这么多钱赔啊 女儿 再怎么说咱们还是一家人 你可不能坐视不管呢 你不是刚抽到我讲了 你把那套房子回来了 给我们还上不就行了 对对对 女儿 你听话 赶紧的卖个大方 不用买 不就几百万吧 我帮你们还 来阿姨 把您手机给我一下 这里需要您人脸识别 小肉 你什么意思你 你们不是缺钱吗 一个人的贷款额度有限 您放心阿姨 待会儿我把他们两个都搞一下 这样呢 你们的北约精神测袭了 来阿姨 点这里确认啊 我们哪里有钱还呢 什么 没钱 没钱你装什么道 浪费我精心准备的表演 管 把他们三个 给我送警察局去 把他们三个 给我送警察局去 我们不买就不买了吧 你们黑气干的 不要坑我们五百万呢 你咋不去抢呢 你 老太太 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我告诉你 你想耍赖 没弄容易 我根本就没看合同上的内容 我就随便签了个字 哎呦 那都不作数呀 你还想狡辩啊 想狡辩 去警察局 跟警察狡辩去啊 田田田田 我可是你妈啊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田田 是啊 对你你在公司等工资那么高 你看老板先预示的钱 帮我们还到美业机 等你预了钱呢 再换给你们 想什么啊 谁啊 看我整个小口大冬 你吃不了苦的 我怎么能去坐牢呢 你不会真的忍心 看着你去吃苦 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与我不关 死丫头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破坏你孩子死得早 不可能 我孩子没有死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对不对 你快点告诉我 你不信是吧 那你就去隐藏地坡 去找他们吧 赶紧把他们三恶果拽走 你放开 放开我 要是平安喜 要是平衣的爱在 大概有多好 你先过去吧 我先一个人进一期 好 有需要找我 还是等我去 你院长 好 我马上过去 刘院长 我当年在医院丢失的孩子 他们到底在哪啊 季小姐 希望你解爱寻变 都查清楚了 当年是人贩子偷走了孩子 他们将孩子卖到了 山区各个地方 有些幸运的 能健康长大 你那个男孩 因为是早晨的 被身体 那年还高烧 生了一场重病 后来 也就这了 师父 怎么会见你 我可怜的孩子 妈妈甚至没有见到你们的最后一名 你们生病之后 一定很难受 对不起 季小姐 我也是被 无赖的 季兵 你不会就是一个 挺身孩子的 工具人吧 这辈子 你都别想见 见过我的孩子 做得不错 以后可以安心的 当你的院长 我才是 把我的话还给我 这个是我要给妈咪和爹地的全家福画 顾喜乐 你和你哥哥就是个没人要的小野种 还全家福呢 别搞笑了 想要我来追我呀 把我的话还给我 妹妹 哥哥他把我画的全家福抢走了 两个小野种啊 真儿真可怜 没麻药 没脸头 两个都是小垃圾 你 怎么回事 是他先撕到妹妹的话 还害我妹妹摔倒 顾平安 记号同学的表舅可是我们学校的股东 他要是有什么好歹 把你卖了也赔不起 把你家长给我叫过来 你这老是怎么当的 敢让我儿子被人欺负 你信不信 我一出来就能让你滚蛋 是他嫌欺负人的 破坏别人的东西 没素质的坏小孩 原来就是你们这两个小野种啊 几天天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他们没有妈妈 不像浩浩同学 有您这么知书达理的妈妈教导 不 他们有妈妈 不过呢 就是个废物妈妈 都给我住手 妈咪 行了 妈咪啊请你们看好戏 好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几天天 我可不会 哎 妈咪好棒 妈咪 打倒了个花蜆 啊 几天天 你这个不不不 不不 不就 啊 看 妈咪加油 妈咪密少 嗯嗯 吃点比赛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观众一击 完裁 吃点我们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漂亮妈咪 拉住了坏元的头发 你这他的头发甩来甩去 别打了 好意思 哎呀 也不着地 好巧 麻烦 你快给我放手 否则你故事集团设计师的这位就憋下来了 哦 展开说说 我告诉你 我表哥现在肯升职了 他现在是故事集团的高管 你是不是不想在公司里面混了 不管你表哥 今天就是江城守住来 我要 表哥救命啊表哥 不贏啊 表哥救命啊表哥 不贏啊表哥 表哥 表哥就是这个贱女 不滚龙啊 你这个贱女 好大的胆子 敢欺负我表妹和侄子 你这个贱重 必须给我恰会道歉 平安喜乐姚母 记号的表舅 不仅是我们学校的股东 而且还是江城第一首付故事集团高层领导 要想你的孩子不被开除 我奉劝你一句 还是小心点 帮着仗势欺人 这就是你们幼儿园的教育 在我们学校 有钱人就会高人一等 敢欺负有钱人的小孩 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听到没 你对我们 就让你吃不了 肚子走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尽一家人 故事怎么会有你们这种垃圾 下贱女人 还敢嘴硬 不下跪道歉 我打到你棍为止 院长 不要打了 院长 您来的正好 他们居然敢欺负故事集团高层的孩子 还动手打人 一定要把顾平安和顾喜乐赶出幼儿园 你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老公 你来了 爹爹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们就要下辈子相见了 顾 顾总 顾总 你想让我的老婆和孩子跪下跟你道歉 你好大的威风啊 我 我错了 是我有眼无睹 你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表哥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他不过就是一个顾总的司机 你怕他干什么呀 你懂个屁 你个臭娘们是要害死我 害死陈家 求求你 你就饶了我们陈家吧 我再也不敢了 晚了 从现在开始 你被顾世纪 江城豪门世家再也没有你们成家的位置 滚 不 还有你 简直败坏幼儿园老师本的形象 马上滚 明天你不用来了 姑娘们是 我 靳庭 憲天的废物老公 难道就是故事集团总裁 顾总 老婆 我们回家 来 走 姐 姐夫 你不会真是我个公司最大的领导 故事集团的顾总 我不过是跟在顾总身边出现过几次 谁知道你的表哥会认错人 再说了 你表哥成天在公司里耀武扬威 大家早就看他不顺眼 我之前在给顾总开车的时候 他早就说要把你的表哥给他除了 好啊 怪不得你和季篇言是夫妻 果然都是上不了他命的东西 所以你就将错就错 冒充顾总 把沈梦的表哥给开除了 就算你妈妈跟顾总妈妈是多年的好友 但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要是被发现 你就完了 我知道错了 下次一定小心 你这脸上还有伤的 快回家 我帮你擦药 你会别打架了 受伤严重了该怎么办 这才不是打架 而是本宫 单方面的殴打他 你是没有看到那个画面 我多刺激 好好好 我老婆最厉害了 别动 爹地妈咪再轻轻 别看妹妹 善儿不易 顾平 大晚上你不睡觉干什么的 妈咪 我想你陪我一起睡 好啊 那你们就乖乖听妈咪的话 爹地今晚去次我睡觉 爹地你也陪我一起睡 爹地妈咪啊 你们都结婚那么久了 哪有夫妻不同床工整的呀 爹地你快跳吧 只要你跳了兔子舞 我们就乖乖睡觉 爹地是男子汉大帐 怎么能跳这么样的舞 真的不可以吗 真的不可以吗 不可以 坚决不可以 我瞧你 瞧瞧 一二三 说三千有三千 我嘴尿尿屁股尿尿 早睡早起 我们都运动 刚刚是谁让我做健康操的 啊 啊 啊 不是火了 不是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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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天爷啊 这男人长得可真帅 这 这个真在 明天 你大梦点梦 老公怎么忍着 早早啊 看来生米还没给你们熟饭 叶总 您这是 一个月后就是公司每年一次的设计师大赛 这次比赛过后 自天便就会被重赢 而你 就是公司未来的 设计不经 叶总 有什么事 您尽管分开 进 叶总 这个设计项目的方案已经完成了 请您过目 对了 客户王总很美丽的设计稿 邀请了负责的设计师进来吃饭 你就代表公司去合同签了 时间和地址 我稍后会让助理发给 好的 那 这天便 敢和我 相警协 我 彻底 深败 名裂 王总 您看要是合同没有什么问题 咱就签字吧 不着急 我们这才喝多少啊 哎 王总 今天已经喝了很多了 而且我家还有文静 我老公还等我呢 人妻 你不是各位回答 王总 既然您今天无情献可等 那改天我和同事 再到您公司拜祭吧 别急 再爽一下嘛 你放开我 你什么谁也可等我 记得那 那叫不要和同 走吧 老婆 我们跑什么呀 我要回去收拾那个人渣 他是你们故事的大客户 我会影响到你 好了 走吧 我空啊 我走 八块腹肌 极品啊 你怎么突然就闯进来了 欧姆 外星人裤衩 没想到你平时 需要来挺多的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我怎么都看到了啊 你别别人别误会 这是平安药 我穿的新衣服 你平时还喜欢装霸总呢 原来私底下 就是一个小屁孩 哎呀 你喝醉了 你别玩我 你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什么意思 我没有做个就 不管是以前 不能吃 不管是 厉害 你们 可以 不要 没有 有 véritable utive 心 用 五年前我厌情意外的男人 父母也有这个伤疤 老公 昨晚老公表现得怎么样 你说什么呢我不知道 我要去听了行都算去了 你昨晚太累了 我去坐吧 里面休息会 哎呀 今天天想什么老婆 爹地 我们要有弟弟或者妹妹了吗 别人小鬼大 快了 好了 爹地去给你们做早餐 瞧瞧 是献过爱河的男人有 来 哇 爹地可以给妈咪做了一个爱情可怕的也 心菜挑食爱情如烈花 好了 你们妈咪脸皮比较薄 别逗她 快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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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小子爱情如烈 喂 哦好 那我马上回公司 怎么了 你们先吃啊 我得回公司准备下周的设计师大赛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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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小姐 你也太厉害了 每一套都好有创业 嗯 不过 往年 其他设计师准备的都是精品女装系列 掌握女性消费市场 您这童装系列 恐怕 你是想说 怕我做出来的童装 现场没人买是吧 没关系 反正 我就想做自己喜欢的设计 啊对了 小可 这些衣服赛前可得保管好 还有 同模的档戏可难约了 一定要提前确定好孩子们的档哦 好的 没问题 季田田 好戏 要开场了 祖才 祖才 夫人跟少爷小姐的见证结果出来了 小的会去笑 好 啊 哦 你 又 哇 怎么 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认识 哎呀 你那个老公啊 根本就不叫什么顾小强 他是顾氏集团的总裁 也就是我的前夫顾锦艳 他一直都在骗你 你说什么 你说他 他就是江城首富顾锦艳 锦艳的爸爸和妈妈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顾氏的司机 他装穷跟你结婚 就是怕你贪毒他的财产 所以才对你隐瞒身份罢了 顾小强 不顾锦艳 原来你是把我当成了爱慕虚荣的女人吗 对了 谢谢你帮我照顾我的孩子 幸好我回来了 锦艳迟早都是我的 你是平安喜乐的亲生母亲 当然了 我不是难道你是 你说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 还帮着他爸爸瞒着你 看来也是从心底里 没有认识你 我知道了 但是锦艳现在毕竟是我的老公 我们的家世 还是不劳你必须 锦艳想我了吧 哎 有什么事 过几天就是孩子的生日了 我想跟你和孩子一起过 你一家人再也被分开了好不好 天天 对不起啊顾总 我打扰到你们约会了 不是 他都知道了 顾锦艳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呀 这么久以来 我就像一个漂亮小丑银 你很得意吗 老婆 不是这样的老婆 你听我解释 我 解释 我笑够了 这场闹剧 到此为止吧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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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老婆 对不起 我错了 我 哎呀 哎呀 你们俩 你都给我过来 妈咪 果有果吧 家有家规 你就狠狠的抽爹地一顿吧 妈咪 是时候给爹地一点颜色瞧瞧了 你们两个 也跟爹地一起骗我是不是 妈咪 我 我 我们不是故意的 是被爹地逼的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呀 我是你们的亲爹呀 啊 哎 老婆 你别离开家啊 要走 你就把我一起给带走 谁说我要走了 要走的人 是你 啊 还有你们两个 他毕竟呢 也是你们的亲爹地 你们可以选择 跟他一起走 我只要妈咪 叔叔 你快走吧 我以后要跟妈妈去 我叫 季萍呢 那我叫季喜乐 这 这没有你们的啊 那 咱们还在 等什么呢 快走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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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儿媳啊 都是这个逆子 逼我隐瞒身份 你不会怪妈吧 当然不会了 妈 我们顾家的儿媳妇啊 必须是服装首饰包包鞋子 都要最好的 今天呢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买买买 啊 啊 从哪看起呢 就他 就他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旧款的 全部都不要 其他新款的包包 按不同颜色 全部打包 刷卡 消费108万 走 去下一家 哎 你好 请问您需要买什么首饰吗 妈 我们今天已经买了这么多东西了 你再回去吧 啊 顾景业了 臭小子 我们结婚的时候 还能给你买五斤的 今天呢 你随便挑 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是啊老婆 尽管超你最喜欢的东西 还是爸爸 今天我们也就花了很多钱啊 我儿媳妇今天逛累了 就不挑了 这家珠宝店 卖给我们吧 啊 刷卡 消费1亿元 欢迎大家来到全国服装设计大赛的现场 小可 怎么样 有没有其他可以来的头目 找不到 甚至之前被选的其他孩子模特 经纪人都临时毁约 说他们来不了了 这可怎么办呀 马上就要轮到我们了 别急 再想想 一定会有办法的 呀 这不是我们的技大设计师吗 什么 你来做什么 我这不是听说 你连走秀模特的孩子都没有 专门看看我老公的好姐姐吗 你故意的 故意的又怎么样 不过呀 你很快就要被新光设计除名了呢 不像我呀 随随便便设计的服装作品 就能卖出800万的价格 以后可能要再过设计 能平不清云了呢 你现在立刻告诉我 同谋到底在哪里 告诉你有什么用 叶总已经下了命令 现在业界里面 哪里还会有人敢用你 谁说没有 妈咪 我来帮你 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 季天天做好准备 季小姐 这 那 你拜托龙小宝贝了 嗯 季天天 连走秀模特都没有 我看你怎么出处 大家好 我是15号选手 来自故事集团 星光设计公司的季天天 接下来请欣赏 我带来的同装设计作品 我的天哪 季中式的文化元素 与同装的巧妙融合 这也太好看了 这位季田天设计师 简直是这次全国比赛中最大的黑马 太有才华了 哇 这两个小孩太可爱了 好想抱回家呀 千算万算 怎么把他们给算漏了 总裁 幸好 我还留了一手 季天天 接下来讲讲你的设计理念吧 季天天 你就要身败名裂了 景艳 就是我的了 天哪 这是 何老师 何并大街小怪的 不就是一些床照而已吗 啊 床照 季小姐 你的作品太棒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让我眼前一亮的作品 本次比赛有黑幕 我实名举报季天天 出卖色相 勾引本次比赛的投资方 像他这样品情不端的人 根本不配做设计师 我代表所有的设计师向本次比赛的组委会要一个公平的回答 以免影响本次比赛的声誉 原来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我连投资方式谁都不知道用何来勾引你说 你们先是事先规逼我约好的同模 让他们故意缺席 现在又诬陷我的清白 不过就是想逼我退赛而已 季天天要是你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跪下向所有的人道歉 离开故事集团 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 我还能替主办方替你求情 清卷自清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为什么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当众揭发你的丑名丑照 你说要是几年 看到你在床上淫荡的样子 还会不会一样 那你最好能圈台跟我离婚 到时候呗 我还要谢谢你 你这嘴硬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各位 我已经劝诫过这位选手了 但是他执迷不悟 那我只能公开证据了 婉婷你说的对 像这样子水信羊花的女 就不应该给她留任何颜面 没事 赶紧用证据狠狠打她的脸 照片我已经发给你了 想办法伪造成季田天这个贱女儿和别人的床照 他抢走我的经验 这次设计师大赛上 这是假的 我要让他彻底医生扫地 赶快把他关掉 我出过时间 对了 还有医院那边做事的人 处理的干净点 千万不能让季田天发现他那对龙奋他还活着 我要让他这辈子都不能和孩子相认 我的孩子 月婉婷 既然是你 为什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孩子 我说了这个录音是假的 你的孩子我不知道 不可能 我的孩子一定还活着对不起他 你到底把他藏哪儿了 说呀 你快说呀 想知道是吧 你们先下地狱吧 住手 你个换人 放开我妈咪 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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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我送你去医院 紫燕 你 偏心了 我才是你们的妈娘 你们怎么可以护着外人呢 叶万婷 事到如今你还敢撒谎 以前我以为你不过只是一个爱钱多过爱孩子的人 现在我才知道你原来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祖宿 紫燕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把人给我带上来 放开我 放开我 刘院长 季小姐 对于奇异 我也是卑鄙无赖的 这个人 你认识吧 我不认识 紫燕 你这是做什么 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 你真是好有手段 联合社局欺聘了我们整整五年 当年买通医院 偷走田田生下的两个孩子 还以生下平安喜乐为由 道德绑架我 要我给你守护夫人的位置 今天还敢污蔑信海田田 想要毁掉她设计师的生涯 紫燕 你误会了 我是被冤枉的 你误会了 原来一直是你在背后捣鬼 孩子被偷走了这些年 我日思夜想 你泪洗面 我每一天都在祈祷 我能够找到她 你 你简直就是一个恶魔 你看 妈咪 你才是我们这样这样的妈咪 妈咪不是在做梦吗 你看这个 妈咪终于找到你了 叶万婷 你伪造床照 污蔑田田 我已经把证据移交警察局让他们图列 不要 齐燕 你是爱我的 对不对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从始至终 我从来没有碰过你 更没有爱过你 当年要不是你故意绑住孩子 你以为我会和你这种人结婚啊 从今天开始 我会收回对你一切的上衍补偿 下半辈子 你就给我在牢里好好地反省吧 不用 秦燕 不要 秦燕 太阳武艺 你因而再再而三地找我夫人的麻烦 从今天开始 你彻底被故事除名了 在整个江城 有谁再敢招他 就是和我顾锦燕做对 不 不 不 姐 救我 姐 我是你 姐 姐 救我 姐 老婆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我宣布 本次的无限纯属子虚物有 季甜甜更是有参与本次大赛的资格 恭喜季甜甜设计师 本次的作品在网上售卖暴涨 售卖价格已高达一个亿 一个亿 季小姐 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和才华的设计师 本次大赛第一名 非你莫属 耶 妈咪好厉害 妈咪好棒 老婆 剩下你肯原谅我的吗 你以后要是再敢骗我呀 我就老婆 我再也不敢 那好吧 这次就勉强原谅你了 老婆 孤晴月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快把我放下来 走 老婆 你回来了 嗯 我不开心了 怎么了 在你心里 工作比我重要一百倍是吧 自从你创立服装品牌公司后 成天在公司里加班 也不花时间陪我和孩子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们 你说什么呢 我当然是最爱你们的了 你看 今天我不就提前回来了 因为今天是平安和喜乐的生日嘛 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这还差不多 走 祝你生日快乐 平安喜乐宝贝 生日快乐 妈咪祝你们呀 平平安安长大 碎碎成长 皆欢喜哦 哇 我最喜欢的小兔子蛋糕耶 这个蛋糕啊 可是你们的妈咪 亲手为你们做的哦 哇 妈咪好厉害 兔子还是我和妹妹的生肖呢 那我们现在就许愿 去拉住吧 来 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希望爹地妈咪 能生六个小弟弟 或者妹妹 六个呀 六六大顺嘛 我觉得六个非常好 非常好 吃你的蛋糕吧 我们先把蜡薯吹了 哇 哇 爹地是小花猫啊 爹地是小花猫 好啊 找东西 快点快点 帮我帮他 妈咪我们来帮你报仇了 好啊 现在有了妈咪 都来欺负爹地是吧 家 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避风港 因为它所表达的 是爱 是幸福开始的地方 往后一生 愿我们最爱的家人 所求皆所愿 多喜乐 长安你 愿无论 啊